30. 台灣新申報 高興軌趕工佈期試營運初禮堪 通過財能運轉直運局要求統包商全力以赴 2015年7月27日交通03 陳秋香 記者陳秋香高雄報導 高雄市直運工程局表示 台灣首條興軌列車試營運初步規劃的營運模式 班距30分 營運時間早上9點至晚間7點 輕軌班車從離仔內站C1 發車行駛至海巡中華站C4 原車直返回到離仔內站C1 中間站每站都停並進行充電作業 試營運期間開放民眾免費搭乘 將採譽約制 以團體為主 捷運局長吳二龍表示 為準備C1C4路段初禮堪作業 目前機廠相關設備證加緊趕工與測試中 需整體進度受前期氣包、天候及統包商財務調度等因素影響 亦持續檢討因應中 目前四座後車站、站體及機電系統以員工 輕軌車輛市營運所需緊三力以完成測試 至於路口號置業證加緊趕工建設中 為進行重要之先騎士運轉 在列車經過時以協請交通警察控登及以交實施交通管制 確保系統與車輛之安全運作 輕軌機廠部分將就初期試營運所需必要設施優先建構 目前行控機房及設備以安裝進行測試中 廠房建築物相關施設內裝及外觀裝修業證積極趕工眾 為提早讓民眾體驗及適應台灣第一條地面輕軌的服務方式 將先行開放C-1C-4市營運工民眾搭乘 令東進同步向C-5湖時代站 成功 時代大道路口 至C-8高雄展覽館站 成功 新光路口 推進 作為接續營運路段 高雄輕軌跡運將就離仔內站 C-1 至海巡中華站 C-4路段 完成初離嵌後即開始展開C營運 並於21日起於該路段先期試運轉 進行初離嵌前相關要件之測試作業 依離嵌作業要點 通過離嵌C營運才能實施 節運局潮預定目標要求統包商全力趕進度 頂致